宇宙最复杂的东西就是人脑 过去十几年 我一直致力于神经科学的研究 但当我每次面对这个 1.5千克左右的人脑时 我还是心存敬畏 它产生记忆 情绪 思维 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 就连大脑是人类最重要的器官 都是我的大脑 告诉我 是人生机的 是人生工 是人生工 官方车站在她的 里面冲凉 九重 她的 两分类用 可以 准备 起飞 起飞 一日警令核实鼓掌118火警 一于一切都是一种对于飞机操控的本能 和一种求生的欲望就会做出选择 但这个时间两三秒一过就全完了 正在进行的是一场飞行模拟考试 发动机着火的场景 是根据真实数据模拟还原的 感觉呢就是轻调加速情绪的紧张 用自己平时的这种知识结构啊 还有一些决断能力就会做出选择 平安落地还是粉身碎骨 不同的决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 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突然 我们可以作为旁观者 清醒地思考这些角色 但是我们的飞行员需要在讯息万变 紧张的情境下做出正确的结果 有什么样的因素 影响我们普通人的大脑 做出各种各样的决策 这是来自大脑深处的声音 为了治疗帕金森引起的肢体震颤 医生在患者的大脑里放入了直径 只有0.3微米的电极 记录大脑的神经元活动 并干预病灶 为了辅助测试电极是否到达目标位置 医生请患者完成一个做决定的实验 告诉我颜色不是字 说这个什么颜色 红色 红色 黑 黑 黑色 蓝 栗色 你刚才说的不对 红色 蓝 这个 蓝 黑 蓝 蓝 蓝 扬声器中传来的频率信号 是大脑识别文字颜色时 众多神经元工作的实况 此时在这台手术中 正在做决策的大脑 就好像百亿个神经元 嘲嘲唠唠唠的开会现场 它们组成不同的部门 做出不同的决策 大脑内由一部分脑区 联合而成的神经网络 着手解决的任务是 分辨文字颜色 另一部分脑区形成的神经网络 负责阅读文字 为了得出正确答案 大脑必须主动抑制 阅读文字的强烈冲动 每个神经网络小组 都想争夺大脑的掌舵权 每做出一次决定 大脑里都在进行一场 此消彼掌 赢者通吃的游戏 事实上 无论你一天过得多么轻松 你都面临着无数的选择 你的大脑始终处于一种 纠结的状态 就像现在 我到底是应该选择 巧克力蛋糕呢 还是草莓蛋糕 即使选择了一种蛋糕 我马上面临到下面一个决策 究竟是应该把蛋糕全部吃完呢 还是少吃一点 其实我们的每一天 都被大大小小的决策所包围 每一个决策 在大脑里面都是权衡利弊的计算 不管你意识到这一点没有 扮演计算器的 正是大脑中叫做矿额叶的脑区 如果这个脑区受到损伤 我们则无法进行正常决策 1848年 美国佛蒙特州铁路建设工地上 25岁的菲尼亚斯·盖奇 在一次巨石爆破任务中 被一根长达1.1米 直径3.2厘米 重达6公斤的铁棍 穿透了眼球和头颅 不幸中的万幸 盖奇活了下来 但是他的人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世故之前 他是一个受人尊敬 文质彬彬 性格温和的人 世故之后 他变得暴躁 不可理喻 每一个熟悉他的人都认为 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例子他当时的一个结论就是 这个脑子可能对于高级认知的功能 情绪和别人之间的交往 社会性以及抉择 可能是有很强的联系的 盖奇大脑受伤的部位位 对于眼睛上方 被称为矿额叶 这个脑区的损伤 导致盖奇丧失了基本决策能力 他的人格和性情也因此发生改变 他在神经科学界有引起很大的关注 他所有其他的功能 运动功能 说话功能都没有问题 执行功能 计划功能 还有性格 有障碍 它是一个比较高等的一个脑区 跟我们决策相关的可能 第一个一个比较主流的观点吧 就认为它可能涉及到来处理价值 矿额叶究竟是如何引导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决策的呢 在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 我们看到了大脑的矿额叶通过计算做决策的场景 吃豆游戏是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猴子的拿手绝活 每当猴子操作遥控器吃到一个豆时 它都会得到果汁奖励 但是吃豆的同时 需要避免碰到随时出现的怪物 否则将失去继续游戏的机会 为了了解猴子做决策时 大脑内发生了什么 实验人员在猴子的大脑当中 埋入了非常细小的电极 从威米吉的电极里 科学家看到了决策的一些端倪 当猴子他看到这个水果的时候 有些矿液神经元他就会兴奋起来 他的兴奋程度会表征了这个水果实际所代表的果汁 对猴子来说有多好喝 他马上要死掉 他要被鬼抓住的时候 也会有些矿液神经元的兴奋程度 会发生变化 会告诉猴子会有危险 游戏豆的讲成规则比较简单 猴子也能应对自如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影响人们决定的因素就复杂了 荒蛾叶就像大脑中的一个计算器 通过计算事物价值指导我们的选择 我们会考虑这个食品的味道 它的营养价值 包括视觉批增所传送过来的 颜色形状这一类的信息 还有一些我们的经验信息 比方说我上次在这家店里 我吃了这个东西 味道是好还是不好 然后在矿液 他就会把这些信息给综合在一起 算出来一个总体的打分 打分比较高 他就有可能更多地去选择这个食品 从清晨睁眼的那一刻 我们每天要进行大大小小 成千上万个决策 然而大多数情况是下意识完成的 因为在大脑内部 矿额叶已经进化的 可以在电光石火之间 自动化地完成计算这个过程 那么注定我们无法捕捉直觉的产生吗 在北京大学 科学家通过实验 展现了人的直觉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这个小游戏 在你面前有四朵牌 A B C D 每次翻开牌呢 背后会告诉你说这张牌 你赢了多少钱 或者说输了多少钱 你要做的就是最大化你的收益 刚开始玩家选择哪幅牌完全出于偶然 多数玩家会在每幅牌中逐一尝试 从中寻找赢钱最多的那幅牌 玩家玩游戏过程中 一直有仪器测量他们的皮肤汗线的微妙变化 皮肤导电水平越高 意味着下意识的情绪反应越高 虽然仪器检测到了我的手心冒汗了 就是说明我的大脑已经知道了 哪幅牌会更赚钱 我却还没有意识到 直到翻了十几次牌之后 我才知道哪幅牌可能会更赚钱 我的汗线暴露了一切 大脑在意识到纸牌规律之前 利用皮肤汗线给身体传达了决策信号 表达出消极的情绪 这样的情绪反应甚至比我们自我意识还要快 在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消极情绪信号被矿额液采集并计算 经过很多次这样的过程 大脑就会将这一过程自动化 通过大量反复的试错来形成直觉 这是人类大脑工作的底层方式 利用大脑这个特性 人类可以形成强大而快速的直觉决策能力 这恰恰是每个行业顶尖人才所具备的能力 北京儿童医院影像中心 这里的医生一天要读上万份影像 因为他们眼前的黑白影像世界 直接决定着临床决策 决定着患者喜与忧 甚至是生与死 肩上的责任让他们在工作中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与差错 我们从这个SWI上可以看到 这个虚拟感序列上 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减低 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血管的一个扩张 大家分析一下 是不是非常有病 像抽嘴灶一类的 上一会儿肌肤有减轻 但是症状并没有完全消失 他老有一个病因在刺激他 对他这个治疗不敏感 可以带来进一步的检查一下 也就是相应的那些抗体或者是基因 该做的都做了 那其他的影像学检查 还需不需要做 做什么检查 为了干嘛 总流量脱水窍可以发生到老干 对吧 本来就少 发生在老干 总流量脱水窍就很少 那还有别的 可以发生在老干的病面 都有哪些呢 老盐 老盐 什么 老干老盐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整流 不能完全排除它是整流 我觉得我还是想坚持 非常有心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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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继续分析 经过这样大量的实践 他才能获得更加有益的进步 这个纠错的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再加上他深入的思考之后 那么这种犯错的几率 就会大大的下降 但是为什么到了高年兹的大夫 他都会有给人这种很敏锐直觉的感觉呢 这个直觉的背后是经历了漫长的一个受训过程 在日读万张影像的情况下 准确率是对放射科医师们的首要要求 为避免最终的诊断结果出现误差 年轻医生的诊断 要经过高年次医生的层层审核把关 经过这样一个试错的过程以后 正确的结果就会在我们大脑里面留下来 然后下一次遇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所调用的就是这个正确的这个操作方式 不管是谁 不管做什么 大脑都是采用犯错的方式学习 从而内化一套最佳策略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都是通过直觉快速决策 但是有时候 快速的直觉决策 给你带来的定式思维 反而会对你做判断造成一些偏差 我们来做一道选择题 假设你要为一个减肥产品写广告词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 这个减肥产品有95%的有效率 另外一个选择是 这个产品只对5%的人没有效果 你觉得你会用哪一句话来作为功耗语 95%的人有效吧 既然对95%的人有效 那我应该不会成为那5%吧 第二句话 给人一种就是他的无效的效果很小的一种感觉 你是站在自己的理性角度思考 无效是个负面的事情 听起来是挺负面的对吧 5%的话觉得自己是一个另类 更不能接受的时候 那在数学上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一回事 大多数人会选前者 在数学上来说他们是一回事 这个时候我们的直觉误导了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的大脑需要另外一种思维方式 那就是理性思维 我们知道大脑中的矿额叶 在直觉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么我们的大脑当中 哪部分参与理性思维呢 它就是比矿额叶范围更大的 前额叶 然而一百多年前 人们认为整个前额叶皮层 不像其他脑区负责具体的任务 是团无关紧要的褶皱组织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医生们发现 被切除额叶的精神疾病患者 病情有所减轻 于是一种叫做额叶切除术的脑部手术 在美国风靡一时 神经外科医生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 用冰锥等工具通过眼窝插入患者的大脑 前后挪动锥子 从而切断大脑前额叶神经 与其他脑区的神经连接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姐姐 罗斯马利肯尼迪 也接受了这样的手术 然而不久 包括罗斯马利肯尼迪在内的大多数患者 在术后不能控制自己的冲动 不能调节或者约束感性情绪 这个曾经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治疗方式 随后被叫停 但是前额叶在大脑中的重要作用 被更多的科学家所关注 欢迎来到新华网络媒体未来研究院啊 那么今天下午呢大家将体验一场黑科技的评测实验 这是电视纪录片手术200年上映之前的一个小型观摩活动 目的是为了了解观众对影片部分内容的喜好程度 为之后的内容调整和修改寻找依据 这个戴在手指上的感应器可以实时获取观众观影时的情绪起伏变化 最终这些信号转化成计算机里的曲线图 分数越高就说明你的这个兴趣度是越高 你的这个身体上的唤醒度是越强烈的 毫秒级别的我都知道你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样 计算机生成的曲线图粗略地展示了观众对部分内容的情绪起伏变化 但是人们并不知道 图上的某个情绪峰值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 是由于一段刺激性的画面而兴奋 还是因为一段奇特的音乐而激动 这还需要工作人员通过与测试者谈话的方式 获得数据背后的意义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你们三个人的个体的数据 我们刚才看的是群组的 第一个是最开始它那段背景音乐其实是带影 音色的那种音效像夜影会比较期待 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风景还是不错的 很多就是那种比较细细的那种 对 我的心里面可能会熬一下 这个里面的很多数据其实是来自于你的潜意识 同样一段内容 给每位观众带来的情绪感受都是不同的 人脑的前额叶皮层就像是情绪输出的一位把关人 他决定哪些直觉情绪是对于决策重要的 哪些可以忽略 我看到一个老虎跑过来 我会很紧张 我一会出汗 我得了一个彩票 我有同样的反应 情绪反应非常类似 那这时候我带了群组分析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反应 这个情绪反应就是相当于一个触发器一样 监控筛选情绪变化 辅助大脑做出有意识的理性决策 是前额叶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而在有些情况下 前额叶皮层又像是一家之长 总是在团队成员即将要出现决策失误的 极限条件情况下 站出来进行干预 帮助 做出最终的决策 飞机的座舱里面各种各样的专用设备 它们就像人脑的不同部位 互以大量的信息各司其职相互配合 还能够在飞行员不干预的情况下 自主的工作 比如说当自动飞行营发现 前面有一股强烈的逆风的时候 它会自动加大油门以保持航速 飞行员就像飞机的前额液体层一样 他们的任务就是监控这些基载计算机 随时可能出现的偏差 我们大脑时时刻刻都在调节这个平衡 就如果说我们得到的反馈 一直都在预期之内 那我们很有可能就会偷懒 就用我们的直觉去做所有的事情 但是一旦发生了我们预期之外的事情 那我们可能就会意识到我们需要去做调整 这时候我们的推理系统就会切入进来 我们简化地把大脑神经系统分为下意识的直觉 和有意识的分析和控制 实际上大脑内不只是简单的两个系统的竞争 它时刻都充满了无数个拥有重合领域的子系统 它们以同样的机制竞争而又合作 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生成 当下的解决方案 对我们人类决策的大脑研究才刚刚开始 人类的大脑到底是怎么做决策 这个问题太重要 对飞行员来说飞行员的决策决定了生死 而对我们人类的决策来说 大大小小的决策决定了我们人类的未来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借助理性深思熟虑 有时候我们要依赖直觉做出快速的决断 这中间如何做权衡 那可能就是人类智慧之所在 那可能就是人类智慧之所在